為高雄市民爭取中央的福利補助 絕對不遺餘力 而且今天欠300多億的錢 也給你了嗎 市民長不都給你了嗎 市民民進黨執政二、三十五人 高雄市民民進黨根本就沒有錢了 也都給你支持了嗎 議員 你過去幾十年議員為什麼不質詢民進黨 為什麼借這麼多錢 我怎麼沒有質詢 去年花私底一突入 一堂大五千的洞 你為什麼不說 那麼多弊案 你為什麼不說 我質詢你比你更合 你雙重標準 知道嗎 只是你還很客氣 議員你是雙重標準 我還有時間先自來 花十幾益的路一年 一場到五千的洞 我們團隊修了133條路 你不講一句讚美的話 高雄市全台灣的 因為你民進黨對民進黨執政所有的錯誤 居然你任職五個月十天 你是非不正 讓政黨看一切事情 所以你這種議員 我覺得是不及格的 六都 是街頭暴力 下降最多的 包括慶貨案 包括三款 你為什麼不質詢 因為市長天天想水中樓 沒有關心治安 所以讓我們高雄市在治安 這樣漏氣 你盡量講 講要去剪貼 把我變成一個大壞蛋 好不好 你盡量去講 你要你當我霸蛋 你當我霸蛋 高雄市民發展住 你不要大壞蛋 你要好好的做 但是你沒有憑著良心講 剛才還 剛才還原執行李四川 我們不能133條路 我們這麼辛苦 你為什麼不說 你為什麼不說 高雄市民 現在他到哪裡 李議員 你不知道 大家在問喔 李議員 李議員 李議員吃飽了 李議員 那高雄市民出去 議員我非常抱怨 你們問 今天這個團隊撤掉 你罰財 因為我尊重你 沒有 但是 你講話沒有 完全沒有表現 沒有是非 他沒有表現 那就是電信民進黨不需要 是你的事務團隊不表達 你到底不夠尊重嗎 我不立行 他不舉手 我不夠尊重你嗎 不执手 團隊離開我不離開 我尊重你 但是你之前 沒有一套標準 我留了這個 這個李喬如議員 他不管是質詢市長 或是質詢 包括觀傳局長 觀光局長 他都是炮火四射 胡說八道 shut up 不過他這個七屆的老議員 過去他的質詢的標準 他問證的方式 都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來看看 剛剛的對口 對市政委是不公平 因為 麥克風在議員的時間 掌控一項 沒要讓你市政府回答 我感覺這樣無理 有很多議員的理性 在問的當中 讓我們議員可以了解 很多政府在做的工作 這樣我們就不用在這裡 重複 你問一樣的問題 所以剛才我發現了 這方面的質詢的對口 比較不公平 是因為我認為 可以讓市民聽清楚 應該多一點時間 給市政府的團隊 來做這個說明 這個分貝也變小了 語速也變慢了 甚至還帶著笑容來質詢 看起來真的是兩個人 因為是在質詢誰 又不是韓市長 是花媽 是菊姐 所以差別還真大 美韓議員 當然 而且大家知道嗎 在前朝的時候 陳菊他還曾經 在總質詢的時候 就請假出國了 民進黨議員 一句話也不敢講 甚至在總質詢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都還用什麼 就用書面質詢就好 都不需要讓陳菊來做回答 甚至就算真的質詢了 他們也不問陳菊 就是直接請這些官員們 來答覆就好了 所以你看看這個態度 有差別有多大 我們在這邊再看 其實民進黨在高雄市 因為是綠大於藍 當然有認真的議員 我們也很肯定 但是真的會有一些 還滿荒腔走板 他只想作秀 不關心高雄市政的這種議員 你知道嗎 我記得在韓市長這個選 市長的時候 也有民進黨就是在用宣傳車 然後散播什麼 你們如果投給韓國瑜 高雄就要被大陸接管了 打恐嚇牌就對了 對 然後還說槍支就會進來了 鐵片就在賣 槍支都在賣 這算是用宣傳車在造謠 是 他們就會用這種的方式 然後去對高雄的民眾洗腦 所以我們要講就是說 在長期的綠大於藍的情況下 還有民進黨 他們長期這樣洗腦的情況下 韓市長當初到高雄去選的時候 大家都說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怎麼可能在這麼深綠的地方 高雄怎麼有可能會是一個 國民黨籍的來當選市長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韓國瑜市長的當選 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個傳奇事件 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其實當民進黨你們心中 就是只有逢寒必返 然後就只會抹黑栽贓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不好的 我也記得這位爭議性的議員 他很愛在公開場合就講說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市場 都很清楚 都是他的功勞 對 他很喜歡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我要講了 因為畢竟他是民進黨籍 然後所以這些民進黨籍 他們只要被提名 幾乎都還是會當選 所以大家不用替他擔心 當你們現在在討論他的時候 他是非常開心的 覺得說現在版面都是我 多麼開心 但是我覺得這個 對高雄市的市政 對高雄市的進步來講 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覺得透過未來 大家更關注高雄市 市政府議會的問政的話 大家應該多多的 善用你手上的那張選票 選出一個真正為高雄市政 在關心高雄市進步的議員 我覺得這才是一件好事情 不然韓市長 他們那麼辛苦的工作 民進黨上來不分青紅皂白 就是栽贓 就是抹黑 就是給你扣帽子 你做得再好 你們到處洗腦的情況下 變成說市民會不曉得說 原來韓市長是這麼辛苦 在為高雄市拼市政 然後他們現在我們的 農漁民的外銷訂單 有沒有搶到了 有 有沒有更多的這些投資者 願意到高雄來投資了 也有 高雄市的光榮感有沒有提升了 有 這些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所以民進黨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是 不要再分黨派 大家應該要齊心 為高雄的市政來做質詢 這才是高雄市民想要看到的 不管是如何 在市政府跟議會的互動當中 盡量還是要想辦法撫會和諧 然後尊重議員的質詢 但是如果針對這樣無理的質詢 或者只是為了政治目的 政治操作的質詢 當然就要溫良公儉不能再讓 我覺得這是一個態度的展現 我覺得韓市長 他昨天是很清楚的 展現了一個態度 因為他今天要從政 包括他要承擔一些 重大的責任 重大的職務等等 他所在乎的 就是要破除過去這些 所謂的政治上也好 政黨上也好 過去這樣子的一些 不良的一些流俗 他就是要改革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就是要還給社會 一個真正的公平正義 跟是非價值 我覺得這是他最在乎的東西 所以當他被接觸到 這樣的底線的時候 他要展現的 就是對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就是不能夠 忍受這樣的事情 而這就是我要破除 我要去改革的 就是未來我要做的 我要撥亂反正 我要扭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們不能是非不分 然後雙重標準 不過當然 雙重標準對民黨來講 我想是一貫的風格 我在想說如果有一天 他們突然不再雙重標準的話 我們大家恐怕 還會反而非常不習慣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在議會的質詢當中 要有評有據的這樣子的質詢 才能夠讓大家幸福 可是我們剛剛在 畫面影片當中 都可以看到 不斷的質問說 冷圈從哪裡來的 然後人家已經回答他 是從地下來的 然後他就說 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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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跳針好幾次 你可以說人家胡說八道 你要提出理由原因來 你如果認為不是這樣來的 你要提出證據 那從哪來的 你憑什麼說人家胡說八道 就像我昨天 才剛剛總質詢我們的市長 柯文哲 在市長總質詢 我提出來說我們的公宅 所謂的智慧公宅 無障礙公宅 都在街 不實廣告都在碰風 那我要準備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我要把每一個公宅 他到底取得了什麼標章 哪些公宅有 哪些公宅沒有 然後現在正在租最新的公宅 他的無障礙到底能不能夠做 結果發現通通不是這樣 完全是一個不實廣告 完全在騙人 但是我們必須要搜集 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提出非常多的影片 畫面 來作為佐證 才能夠作為我們的質詢 才能經得起考驗 好 我想這樣子的問政 這些風格也好 然後到底是為了市民的福祉 是真的有內容的 市政的質詢 然後還是只是為了 做給自己的民進黨的選民看 然後覺得說罵給送就好 只要看到人家說 你看我有在罵韓 我在罵市府團隊這樣就好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凸顯出他們的心態 就是極端的 對我們的公務人員的不尊重 包括他過去要提什麼 沒生小孩 沒結婚 叫烤雞打餅等等 像這些東西都是凸顯說 柿子挑軟的吃 把公務人員當成 像自己的下人還是奴隸一樣 不去檢討政府的施政 要如何解決 大家不婚不生的問題 反而去拿我們的公務人員 來開刀 問題是很多人 並不是他不願意生 而可能是他不能生 這是人家多大的痛 結果你竟然是用這樣 粗糙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現在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質詢 就算綠營議員 可能是沾沾自喜 但我們卻看到的就是 明明白白的雙重標準 就擺在這裡 那個才真的叫做 民進黨的唯一標準會員 對 這次高雄的市議會 也是我們韓國瑜市長 簡直是第一次的總質詢 其實大家一路在看來 就是全台灣的人看到 台灣有22縣市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 其他縣市的質詢 大家都沒有 大家的注意全部都放在高雄市 以前都是看台北市 現在只看高雄市 所以今天 他們沒有想到今天 韓國瑜市長 他把整個高雄的氣氛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議員 在第一時間都要打他 因為打了就有效果 反正你只要對付韓國瑜 只要講到韓國瑜不能再講話 大家就注意力都放在這邊 所以這是這一次我要講 我們高雄市議會的總質詢 像一面趙邀進 他把整個官場 就是這個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他們不是為民喉舌 他們現在是為民進黨喉舌 甚至於為自己喉舌 就是想辦法把自己的曝光度提高 然後甚至於把這個 你要知道市長的高度 市長是什麼高度 市長是一個總觀全局 掌握大局的人 你不能夠要求市長 對每一件事情都鉅細泥移的了解 你今天把所有的官員請出去 就好像我們立法院一樣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們下一次會期開始 蘇貞昌院長站在台上 然後我們所有的立法院說 好 你把所有的部會首長 通通都請出去 你留蘇貞昌一個人站在台上 你覺得他可以回答我什麼問題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所以今天這個很明顯的 就是民進黨的議員 他擺明了就是要羞辱 就是讓韓市長 他要駁自己的曝光度 所以把所有的議員都請 把所有的官員都請出去 就是要讓大家注意到他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 這個總時局讓我們大家看到 民進黨的議員簡直是 為了要拆這個光 為了要去蹭寒流 蹭的簡直是無以復加 也讓我們很感慨 因為台灣是一個代議政治 什麼叫代議政治 就是民眾沒有辦法直接來去管 所以民眾要透過這些議員 來質詢 那麼議員用這種的方法 只是在增加他的曝光度 就像民雅議員剛剛講的 他並沒有來增加這個 整個市政的進步 而且沒有去真的對市政 有幫助的這種質詢 其實是真的 不要說把他們自己的格調 給降低了 也讓我們韓市長要暴怒 沒有辦法不暴怒 就這樣子 是啊 不要說是韓市長暴怒了 連李四川都會罕見的動怒 可是他根本 過去大家的認知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認真 負責 然後脾氣很好的一個 很殷實的公務員 沒有想到竟然會在高雄 發這麼大的脾氣 馬上回來